HELLO 大家好 今集再和大家開箱一些扭蛋的玩具 已經放在桌面了 這次的扭蛋是Z-GODAD的頭像 放在我左邊這邊就是Version 1 放在我右邊這邊就是全新的Version 2 中間有Z-GODAD和Z-C是雙倍的 我們看看這次有沒有進步 還是Bandai這一代是一個握錢的作品 我們馬上開箱看看 很快和大家組裝了Z-GODAD Version 1和Version 2都在我手上 如果我不告訴大家哪一隻是新的、哪一隻是舊的 我想大家都未必分得到 現在大家一起看看 正面、側面 後面 現在開箱 如果你要分到一代和二代 就看看備糧位 一代這個位是比較凹凹的 而二代新模是比較平的 至於你說會不會因為這個原因去買一隻新的話 我就不會了 但一開箱出來 就只有默默承受 看見基本上就沒有太大的分別 搞定了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Z-GODAD 這個就更加頂人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? 大家可以看到我左手面 就是這次第二代Version 2的Z-GODAD Z-GODAD 而右手面就是上一彈 第一彈的Z-GODAD Z-GODAD 眼睛是由紅色和藍色的分別之外 基本上是同一個模 怎麼看呢? 也不像剛才Z-GODAD 有少少分別 完全看不到有分別 純粹改色 這隻更加沒有誠意 雖然Z-GODAD是同一個設定 接近 但是純粹換色 就當作一隻新東西 我就覺得真的沒什麼誠意了 好了 組裝第三隻 Z-GODAD Z-GODAD A1型態 阿寶的專用機 我們現在看到 基本上 這隻就是A1型態 大家可以看看 基本上跟剛才開的Z-GODAD Z-GODAD C型是同一個模 只不過是不同了色 大家會不會因為阿寶 而去買多一個 或者買今次這組 又是自己自行考慮 好了 來到最後 做一個簡單的小總結 Z-GODAD 頭像的第二彈 現在在我擺勁頭上的 就是第一彈 下面這個就是第二彈 如果大家問值不值得購買 你看完我剛才玩完的意見之後 基本上你問我 就是完全不值得的 其實第一彈的第三個頭 其實都已經是上一彈 已經是Double了Z-GODAD 只不過它是G3型態 其實只是個觀不同色 這次的Z-GODAD 這次的Z-GODAD 和Z-GODAD UC版 其實就換筆換藥 純粹也是換色為主 其他的舞 基本上是完全一模一樣 就算這次新出的Z-GODAD A1型態 其實都是同一個舞 只不過是阿寶的專用機 所以轉了顏色 但是大家會不會覺得 你要求很高 設定上Z-GODAD 基本上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才覺得 雖然說是一樣 但是我們做一個消費者 就真的難於比較難接受 如下Z-GODAD 還有什麼頭象可以出呢? 我突然想起可能是零格斯 看看它有沒有機會再出 但是會出的話 我相信由零格斯加上 由零格斯改 又可能用同一個舞 我想我再買的機會率 就真的不高了 因為這次真的覺得 復復地 也覺得玩得不開心 是不好玩的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彈 完全沒有買過的 這次是第一次玩 當第一彈這樣買 只買回二 這三個其實都可以的 都是說理性消費 應該買的就買 因為現在經濟不太好 所以大家就量力而為 雖然不太貴 但是我覺得真的不太值 好了 今集來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